第一次把你的工作表转换成 PDF 其实我只有改一个地方 就是把 save as 改成 explore as fix format 然后 type 这个一定要加 这个如果不会的话 你用录制也可以 录制下来贴过来 然后 file name 其实本来是点 我们是点 access 你把它点 PDF 这样就可以 甚至现在新的版本 我刚刚讲的问题也没出现 所以其实就改这个地方 其他城市都没有改 那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之后的话 然后他会问说我要放哪里 放这个目录里面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他就把假班一直到 这个跟班的 骇班的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把它转成 PDF 如果你要给各班导师的话 也许他列印出来就好了 他就不需要说 原始的那些seal档 因为如果你给他seal档的话 你怕会有一些什么资料 各支等等相关的问题 衍生出来 那你就给PDF打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打开我们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 他就给一个表格 他只能看而已 那能不能复制 能不能修改 好像也可以复制 所以里面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些权限设定的话 也许你们自己在 录制剧期里面也许可以再加一下 然后把那些相关的东西再把它加进来 OK 那大概是转PDF 所以也就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是之前蛮多同学问到 因为工作里面难免会有很多的情况 会需要快速的帮我把所有的档案转换成PDF 就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完成的 那我刚刚有把那个程式把它贴到7-3里面的第8页这边 所以如果你怕找不到的话 或者你将来又用到的话 其实只要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OK 所以对的话一次就OK了 所以没有很复杂 OK 那我会发现 有的时候你会跟不会 真的你的效率真的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有的时候说真的 其实并不困难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因为对于那个城市 VBA城市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有的时候光要改出对的结果 恐怕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样我们是当然已经经验算是老到 所以只要看到一个状况 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把衍生出来问题给解决掉 OK 我想这个也是你们需要去慢慢培养的能力 因为说真的 所有的城市最怕就是说 还会有一些 就是因为你会有一些衍生性的需求 你要多一个功能 然后你要把城市又再加上去 那一加的时候呢 发现加了就又会出问题 所以慢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多增加一些 就是这一些还是多用 OK 那再来的话呢 另外的话在7-4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叫用outlook邮寄 后面的话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已经把档案做工作表做分割 也要把它合并 那分割合并的话也许假设有点情况就是说我要把资料分割完 分割成所谓的那个13个班级 那我就寄资料给13个班级的导师 那他们也许资料再把它填写完又回来 回来之后我要再把它合并给教务主任 或者是给校长有没有 就分分合 反正谁该看到什么资料 你就给谁看到什么资料 然后呢 甚至可以自动寄给他们 那会是最好的 分割完了自动把这个档帮我attach 放在那个attachment就是附加档里面 自动帮我寄给那个人就好了 可是要怎么自动寄信 其实跟各位讲并不困难 真的而且非常好用 而且这些东西呢 很多学生